上诉庭推翻无罪判决 恢复穆尤丁建威案滥权控罪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bin 这个新闻就是大快人心的新闻 那如果你不记得什么是建威案 这里讲一个名字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Jana Vibawa 话说我们的前首相穆尤丁 在他担任首相的期间 也就是2020年的3月到8月 分别向三家公司收取了天价的汇款 价值两亿三千两百五十万马币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像我们这样子的普通人 努力工作一百辈子 可能都赚不了这么多的钱 那当然随着这一个慕尤丁的陨落 改朝换代安华当上首相过后 就陆陆续续针对前朝政府的这一些贪官 展开调查 那自然就没有放过这一个Jana Vibawa 总检察长就在去年的3月份 把慕尤丁控上法庭 告他7条罪 分别是4条滥权罪 以及3条洗黑钱控状 那慕尤丁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紧接着就在4月份的时候 入门法庭 要求法院撤销这一个控状 判他无罪释放 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总检察长所提供的这一些证据 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继续审理下去 就只是浪费法院资源 还有他自己的时间 那整个程序大概等了4个月 也就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高庭竟然非常意外的申请 接受了这一个慕尤丁的申请 判他无罪释放 当庭释放 然后这一个控状呢 也是被撤销了 我们的这一个总检察署呢 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于是呢就在9月份的时候 向上述庭提供了 这个上述的这个文件 给出了13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理由 要求上述庭要重新审理 并且推翻高庭法官的判决 上述庭在当时候 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也就是2月28号2024年 被开庭来审理 到底要不要驳回 这一个慕尤丁的无罪释放控状 OK 事情就来到了今天 也就是2月28号 上述庭的三个法官一致裁决 推翻了高庭法官所判的无罪释放 慕尤丁的Jana Vibawa案件 将会重新审理 所以换言之呢 老牧之前在高庭判他无罪释放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他振臂一呼 大喊 你看这个就是团结政府的政治迫害 高庭法院都已经判了我无罪 我是清白的 那现在事情来到今天呢 就很明显 我们应该会看到老牧 他们的团队会继续炒作 这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我明明就是无罪的 现在上述庭竟然驳回了高庭法院 这样子的情况 我相信大家呢 应该是不陌生的 每一次有这种法院的判决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之前慕尤丁被判无罪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国盟的这个士气啊 长了不少 他们的这个支持者呢 突然间就发现原来老牧 还是我们所爱的那个老牧 他是清白的 那现在不知道慕尤丁的支持者 是否还会认为慕尤丁 还有他的土团党 在加纳比巴瓦案件 能够脱得了干系呢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的 那不管如何 这个慕尤丁啊 还有他的团队呢 总不能每一次当法院判他 无罪的时候就讲 哎 法院是公正的 当法院判他有罪 或者是对他不满意的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期待的时候 就讲司法不公 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啦 当然也包括广大的这一个观众 我们要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司法到今天为止呢 我觉得他依然还是独立的 你不要看扎西的案件被DNA 那个不是法官的错 那个是总检察署撤销控状 才导致法官迫于无奈 必须要么判他DNA 要么就是当庭无罪释放 法官已经做了他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情况呢 完全都不能够赖在法官身上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司法有信心的 那不管如何 慕尤丁他的这一个团队 他接下来应该还是会继续的上诉 因为他不上诉 他就等于承认了他有罪 那整个案件呢 还有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有一个了结 就像当年首相这个纳吉 我们也是花了至少四五年的时间 才真的能够把他送进监狱 那从这里你就能够看到 为什么慕尤丁打死都不愿意下台 打死都要霸着土团党党主席的位置 当时候这个老慕呢 已经是非常的疲惫 想要退休 于是呢就宣布要交棒 下一届呢就不再竞选 这一个党主席了 可是刑警隔了一天的时间 画风一变 就因为他的老婆 就能够让他回心转意 继续捍卫党主席的位置 你真的觉得是因为他的老婆吗 我告诉你 我认为呢 要不是他还是 这一个土团党的党主席 今天的这一个判决 压根就没有人在乎 土团党或者是国盟的人呢 也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因为人走茶凉 所以呢老慕唯一自保的手段呢 就是继续掌握整个土团党 不能够像纳吉那样 输了大选呢就马上 引旧辞职 然后呢 任人宰割 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这个就是纳吉给他的前车之鉴 不知道这个慕尤鼎是不是太过聪明 学了这一个招数过后呢 现在就把这一个主席的位置不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 不管土团党的这个纷争 有多么的激烈 你应该会看到 老慕会牢牢把握整个土团党 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土团党的人 就很有可能真的会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分析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留言 让我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